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20号 农历薪丑年10月16 欢迎大家在周末收看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 中国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中方呼吁日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倒退不越线 日媒称岸田文雄推创记录预算 加强日本西南岛域防卫 吴钊写称两岸从未如此紧张 向瑞士示好寻求国际支持 我大使强调瑞士坚持一中原则 不承认台独 大陆权威专家市井和平统一面临严重威胁 朱立伦强调反台独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目标 据中心网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1月20号在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就台湾问题缠明中方立场 他强调 中国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 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王毅表示 针对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图谋和美方一些人以台制华的动向 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发出了严正警示 表明了坚定立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 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王毅强调反对台独的态度越鲜明 制止台独的举措越坚决 两岸和平统一才越有希望 台海的和平稳定才越有可能 亚太的和平繁荣才越有保障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1月18号同日本新人外相林方正通电话时呼吁 希望日方在历史 台湾等石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 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 确保不动摇 不倒退 不越线 而据日媒报道 岸田文雄政府计划推出创纪录的防卫预算 意图加强日本西南岛域的防卫能力 外电分析认为 日本此举是为了遏制中国 详细内容请看记者蒲燕的深度报道 据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 王毅在电话中指出 中日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和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应共同顺应时代大势 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亚洲和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王毅表示 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反映到政策上 落实到行动中 在历史 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 确保不动摇 不倒退 不越线 日美报道称 林方正在通话中还关注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另据报道 林方正13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的首次电话会谈时 也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日本为因应关注来自中国的威胁 计划列出创纪录的国防开支 综合岛内及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将宣布创纪录的55.7万亿日元刺激计划 其中由至少7700亿日元将被用于防卫 是历来追加预算中用于防卫费的最高数额 相较2019财年4300亿日元 扩增幅度近80% 据悉 这些防卫支出将用于加强日本在西南部岛域附近的防卫能力 具体包括购买巡逻机 运输机 本土隐形战斗机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多家外媒报道称 日本此举是为了遏制中国 路透社在报道中称 目前日本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友 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进程都有所回应 综合台媒报道 日前 被大陆有关方面列入顽固台独分子清单的 台外市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写 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 再度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鼓噪两岸情势紧张 并宣称民进党当局已对所谓最坏情况 做好了自我防御的准备 我驻瑞士大使王世霆17号接受瑞士商报专访时 对于中国政府将在2025年之前合并台湾的相关说法回应指出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详细内容请看记者尹赛南的跟踪报道 吴钊写在受访时继续鼓噪台海局势 他附和台防务负责人邱国正 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的说法 称两岸情势从未像现在这般紧张 中国大陆升高所谓对台军事威胁是非常真实的 民进党当局必须就最坏情况 做好所谓战备防御 增强台湾防务实力 并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所谓自我防卫准备与决心 随后吴钊写再拉美国壮胆 声称面对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已多次在重要场合 声明对所谓台湾安全承诺坚如磐石 并重申美国将信守所谓台湾关系法 及台美六项保证给予台湾全力支持 吴钊写叫嚣 无论战争是否在明天下周或是十年后爆发 都将坚决捍卫台湾 受访中吴钊写还不忘向瑞士示好 声称瑞士是欧洲民主典范 与台湾共享所谓民主自由理念价值 期盼瑞士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 协助台湾参与所谓国际事务 维护所谓区域安全稳定与台海和平 本月17号 我驻瑞士大使王世霆接受了瑞士商报专访 对于美国分析家号称 中国政府要在2025年之前合并台湾的说法 王世霆回应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王世霆还特别强调 瑞士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不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 苏贞昌 牛熙坤 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极力煽动两岸对立 恶意攻击污蔑大陆 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大陆方面 以依法对清单再列的上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 对台独顽固分子依法进行打击 目的是为了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符合两岸民众共同利益 台独顽固分子跳得越高 只会摔得越重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号刊发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王生的署名文章指出 当前两岸交流停滞 对立加剧敌意加深 而外部干涉势力见缝插针 为民进党当局撑腰打气 使得台独分裂势力更加有恃无恐 肆意进行谋独挑衅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面临着严重威胁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于近日表示 反对台独坚定维持台海的安全和平跟繁荣 是中国国民党最高的目标 有关两岸近期对统独问题的更多讨论 刊刊记者李宁的分析报道 王生署名文章指出 自2016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 在台湾全面执政以来 两岸形势急转直下 近期蔡英文为挽救民进党施政不力 民怨四起 民众满意度下降的信任危机 再次使出反中抗中的伎俩 对大陆摆出了以武俱统 拒不屈服的家世 在双十讲话中 宣称所谓四个坚持 抛出互不隶属论的底牌 公然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的事实 在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上 越走越远 文章表示 为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大陆方面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势必进行更为有利的反制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 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没有改变 但也从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中美元首日前举行视频会晤 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9号表示 中国国民党跟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样 反对台独 坚定维持台海的安全和平跟繁荣 这是中国国民党最高的目标 他重申 任何试图破坏和平 支持台独的做法 中国国民党都会予以反对 近来 台防务与外事部门负责人 接连市井两岸局势严峻 引发关注 中国国民党智库安全组召集人林玉芳指出 民进党当局以为把两岸局势讲得严重危险 就能博取美国的同情 美国就会放宽对台政策 事实上可能性不是太高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表示 民进党当局显然是要让台湾在西方媒体中扮演 有抵抗意志与能力的弱者 无辜者 争取国际正面形象 同时激化西方反中挺台势头 他指出 民进党当局应向社会大众交代 究竟有无由台湾方面提出的可减缓两岸紧张的建议 还是任由局势逐渐恶化 如果两岸情势已是史上最紧张 台湾的防卫动员和国际支持足够吗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台湾网 也欢迎网友们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